脸书照片一颗颗拳头大小的连雾 略带鲜红的色泽好像很可口 网络卖家说这是阿嬷家种的连雾要帮忙卖 有消费者心动下订单 但是指控收到后 秀出了对话记录 林小姐说当时一发现重量有问题 马上问了卖家 结果对方回答 实际按照卖家所po的照片 记者来到了方寮这间货运行 他们的箱子和卖家的一样 但是业者否认是他们出的货 反复看个照片 店家确认箱子是来自于方寮 但是他们出货 从来就不会把包装的重量 加进给消费者的货品中 其他水果行的业者强调 每个摊箱计算方式不一定一样 但是提供给客人带回家的箱子 和房状的税纸成本会自行吸收 证明网路卖家的做法有争议 主管单位会行为给业者 请业者跟消费者 在15天之内跟消费者 做妥善处理的动作 小保官说购买之前 可以透过口头讨论或是书面的文字 来确认尽量的计算方式 不然像林小姐的例子 拿到货品后 双方对于重量的计算认知有差距 林小姐可以提出申诉 但是无论如何 已经让自己开心肠美味的心情大打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